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人脱发越来越普遍 许多年轻人也开始秃头 真是一个悲伤的事实 大家越来越关心的脱发问题 其实吸烟的人大多都伴随着脱发的现象 今天小七就带你来了解吸烟对头发的危害 首先烟草的主要成分呢 是泥骨丁、益氧化碳、饼铜、咖啡因、胶油、森本 这些对人体有害物质威胁人体健康 烟民们如果长期大量抽烟饮酒 会影响到头皮的正常代谢 影响头皮中血液和激素的循环 增加雄性激素的分泌 并且会影响到毛囊内血液的供应 毛囊组织受到破坏就容易导致脱发的产生 对人体危害是非常大的 平时要尽早改掉抽烟饮酒的坏习惯 其次烟民们抽烟会导致头皮供血不畅 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对动脉有很大影响 尼古丁树来有收缩血管的作用 随之就会引发血液循环障碍 导致人体胆固醇升高 头皮供血不足 然后影响毛囊生长 使头发脱落 而且香烟中的胶油会使头发油分泌增多 堵塞毛囊 引起脱发 最后吸烟时有烟雾等有害物质大多呈碱性 但是头皮却呈弱酸性 如果烟民们长期抽烟 烟雾灰尘就会落到头皮破坏酸减度 而且烟雾中的大分质降落头皮 细菌在头皮表面繁殖 毛孔发生堵塞 最后就会影响生发 头发更加稀爽 好了 看完今天的吸烟使人脱发 你有没有中招呢 快去告诉你身边吸烟脱发的人吧 感谢观看